开车需要一定技巧,但同时也需要一定的经验 老司机在驾驶了多年的车辆之后 总是能够总结一定的驾驶经验 这些经验是许多新手司机所难以意识总结出来的 小编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高手们开车的几个技巧 为啥你总被别人一眼看穿是新司机 那都是因为这些安全的娴熟设计你没有做到 一般来说,许多司机开车更注意的是与前方车辆的车距 很少有司机会注意到后方车辆是否在安全车距内 而高手开车一般都是在刹车时注意查看后方车辆是否在安全车距内 并不是直接把刹车踩死,避免刹车时产生追尾事故 当然还有转向时最好提前打转向灯 留给后方车辆足够的反应时间避免出现意外事故 还有最为常见的红绿灯路段 遇到黄灯时高手们常见的做法是停下来等待 宁可多等几分钟也不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如果贸然冲黄灯很容易与其他方向提前发动的车子产生碰撞 因此小编在此劝劫各位司机 宁可多等几分钟也不要拿自己的生命来冒险 同时堵车的路口最好在路灯亮起之后在原地停留一段时间 避免造成更大的拥堵 所以司机们最好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出判断 在特殊路况时,比如积水路段 老司机们一般都会提前减速慢行 避免因路段轿滑导致车子难以控制 出现安全事故 在弯道上也是如此 进入弯道之前提前减速 否则依造成弯道离心力过大 使车子出现偏离 提前减速有助于增强车子的控制 保证乘客安全 以上就是几条老司机们的驾驶特征 不得不说是保障行车安全的有效方法 对于新司机来说 最好也能够养成良好的驾驶习习惯 保证安全驾驶 感谢观看